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7月3日 有网民爆料 曾被中国称为亚洲最大高铁站之一 建成通车刚满 11年的杭州东站 出现了站台沉降的问题 站台面与列车之间有30厘米的距离 乘客下车得跳楼梯 如不留意就可能不小心摔倒 从图片中可以更清晰的看到 这种站台面与列车的高度差 与2018年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两年前就有网民反映此问题 当时有博主发帖并配图称 杭州东站站台沉降明显 靠中心站台基本与列车车厢底部持平 两端则有明显高差 上下车需要格外的小心 在网民不断的反馈下 此事终于引发网络关注 有网友说 这种事关公众安全还是要严肃对待 应该可以查出来吧 盯起来有点吓人 地基没打狼吗 也有网友猜测 一线人员肯定早就知道 领导估计也知道 但是没人解决 解决这件事情很麻烦 还没有公计 很多公司的一个通病 迫于舆论压力 杭州东站客运工作人员公开表示 该站站台确实存在沉降的情况 具体情况将向上级汇报 并通知专业部门查看 不过有网民发现 2024年1月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房建公寓段 曾对杭州东站站台及 立柱沉降观测项目招标 2021年11月 对杭州东站 东北角沉降整治工程招标 2018年3月 对杭州东站站台及 广场地平下沉整治工程招标 这说明杭州东站应该早就知道这个问题 并且已经开始计划治理 对于沉降的原因 有熟悉建筑的网友分析 通过对比拥有大核载的铁轨这种并未沉降 反而是小核载的站台出现沉降来看 铁轨和站台的建筑结构明显不同 这说明在处理站台地基时 建筑师有严重的偷工减料现象 而结构如装机施工不规范 混凝土胶筑不均匀等 也可能影响站台的稳定性 其次这也说明工程的监管部门 也存在严重失职 杭州东站是亚洲最大的客运交通枢纽站之一 始建于1992年 2009年扩建于2013年7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 该站属于铁路上海局集团 不过这似乎不是铁路局的第一次失误了 自今年4月起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在短期内 便密集的发生了多起铁路安全事故 比如412京广线施工挖断电缆 413动车组信号故障 耽误列车 422施工耽误列车 510施工耽误列车 515施工挖断电缆等 就上述问题 5月17日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监察室 公务部电务部系统部等 被武汉铁路监督管理局约谈 相关工程建设单位也参加了约谈 据公开信息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是中共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 18个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之一 总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 位于中国铁路网正中心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 该事件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和热议 不少网友表示 中铁郑州局是全国铁路中枢 频繁出现挖断电缆列车晚点的事故 说明事故隐患早已潜伏 为什么相关部门没有提前防范 导致事故在短期内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如何保证大众的顺利出行 也有网友表示电缆一断损失百万 挖断电缆的施工方是无证的吗 接连挖断电缆施工方与郑州局相关部门都值得怀疑 这么重要的设施为什么会频繁被挖断 也有网友质疑 官方通报不仅泄露了中铁郑州局 甲区内频繁发生安全事故 还泄露了该局有那么多部门 一个铁路局养了多少人 这些人履行职责的话 怎么会发生那么多的安全事故 不过时评人士认为 这种事故早晚会发生 因为早有报道显示 高铁项目存在着偷工减料的现象 去年7月20日官媒经济参考报 报道山东来荣高铁 三标段劳务分包商河南省 三杰实业有限公司实名举报称 工程师工总承包单位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涉嫌偷工减料 三杰公司负责人爆料 其承担的来荣高铁的路基段 罗文庄的长度被人为削减了4到5米 并且90%以上的罗文庄未达到设计长度 甚至实际施工庄长度不及设计庄长度的一半 多位曾参与现场施工的人员透露 这样施工可省掉相当部分混凝土 中建八局也由此减少了一大笔开支 对此专家警告 装机长度是工程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参数 如果达不到设计要求 其承载力难以达标 后续系列施工质量难以保障 来荣高铁是山东省重大项目 线路西齐青岛来西市 东至微海荣城市 全长193公里 总投资297亿元 中国高铁存在着令人堪忧的质量同时 另有报道指出其背后的基建败向 更是令外界大跌眼镜 过去十几年高铁一直被誉为中国最闪亮的国家名片 市与市之间通高铁的省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地方提出县与县之间通高铁 对此中国自称为基建狂魔 然而今年5月21日 官媒中国经营报调查发现 中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 但却均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 其中海南淡州海头高铁站 投资超4000万元人民币 然而因恐客流量低而造成铁路部门亏损严重 所以建成7年多一直未能投入使用 后在舆论压力下 2023年12月15日 海头站才开始使用 还有的城市大量投入资金建设了高铁站 却大部分停止运营 比如桂林共建设了9个高铁站 其中的五通站因位置偏远交通配套不足等因素 客流量严重不足 车站日均发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 开通运营仅4年就停止办理客运业务 另有海南环岛高铁万宁市和乐站 京哈高铁瀋阳西站 均处于建成为投入运营的状态 诸州市的九郎山站位于北京京开区的 京津城际高铁义庄站等 短暂投运后又因客流过小而关闭 其他地区高铁站有不少类似情况 甚至步伐大型火车站 这不得不使外界开始质疑 这些花费不菲的高铁站是如何走向闲置的 谁又应该为这些无效投资负责 对此有地方政府人士给出的回应是 在高铁建设初期以原铁道部出资为主 铁路部门在走向设站等问题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大 近年随着高铁建设地方投资比例越来越高 地方政府话语权也不断提升 地方政府将拥有高铁站与政绩等挂钩 投资建设高铁站的积极性非常高 不过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人士也透露 如果车站出现交通配套不到位 客流量较小的情况 铁路部门会减少停靠车次或暂时不办理客运业务 对于这个问题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蒋座教授谢田表示 铁道投资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一起投资的 都是政府投资 他没有做真正的可行性的研究 比如客流量多少 人们收入多少 人们的需求多少 基本上是中共一拍脑袋一窝蜂上的计划工程 因为对中共的GDP有利 对政府的政绩有利 对骗国际投资界有利 所以浪费也就浪费了 美国华裔经济学家黄大卫也表示 就高铁乱投资的问题很难去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责任 在中国过去40年发展中 由于产品出口 欧美需要大量建设各种运输工具 但是这些投资增加到一定幅度却超过实质的需要 尤其是近十几年 整个经济形势没有快速增长的势头 因此这种投资就变成依靠不断增加货币投放 不断增加放贷来拉动 并陷入了一个投资收益递减的周期 从经济学原理看 当投资过了一个界限之后 再多的投资只会令到利润降低甚至是亏损 但是外界认为比这些风险更严重的 是中国高铁除了处于建设高峰期之外 还处于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高峰期 由于中国高铁主要靠债务融资 因此与迅猛增长的高铁里程一样及时的 还有它的巨额债务 2023年中国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2454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33亿 这已经是业绩最好的一年了 不过虽然收益客观 但负债率却高得惊人 数据统计从2005年到2023年 国铁总债务却从4768亿元猛增到6.13万亿人民币 翻了13倍 每年利息支出都有2000多亿 可以说净利润33亿连利息的零投都不够 因此如今国铁仍处于本息长富高峰期 北京交通大学金管学院教授赵坚 曾在财新网发文指出 人们通常只看到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的世界第一 和高铁的快捷 却对事件的另一面 高铁债务和运营亏损的世界第一 及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的严重恶化 视而不见 赵坚预言 以高铁的财务状况 终有一天会成为中国金融的灰犀牛 灰犀牛常被比喻发生概率高 影响巨大 却被忽视的危机 不仅如此 另有媒体发现 以上的债务问题 也同时连累了一些其他产业 2013年到2017年 全国铁路新增铁路 营业里程2.94万公里 其中高铁1.57万公里 是历史上铁路投资最集中 强度最大的时期 而其中风险之一 就是高铁站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结合的 高铁加城市模式 2017年 中国已经建成的高铁数量达到516座 一个城市有多个高铁站的现象并不少见 绝大多数城市都拉开架势 在离旧城很远的地方规划了高铁站点 以便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房地产 就连铁路局公司自己也进军房地产了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就是有高铁的地方就有人气 有人气就有住宅和商业需求 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却忽略了一个事实 高铁车站最基本的功能是疏散客人 很多高铁站都是交通枢纽 乘客一到站就立马坐地铁 公车走了 根本不会在车站停留 可是在地方城市规划中 高铁的交通客流的集散的概念被明显淡化 而高铁车站对拉动当地地价房价的作用被夸大和强化 而后果就是大量商场商铺酒店住宅被闲置 不少的城市还因为高铁新城的架子拉得过大 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其实在2018年中国安邦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就研究过 中国高铁站被严重房地产化 整个高铁交通系统建设受到土地经济理念和地方政绩观的干扰 高铁加地产模式潜藏的风险在逐渐暴露 只可惜政府一直沉浸在所谓中国速度 中国制造的自我满足之中 而将这些风险抛之脑后 此外还有一个更严峻的考验 有海外媒体发文指出 高铁大基建还未结束 大维修时期又来了 因为中国高铁的设计和建设成本低 所以老化得快 从2022年开始 中国高铁就进入了大规模维修周期 而且还是高级维修 返场维修 对比发达国家铁路后市场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普遍在20%以上 而中国铁路运营 唯保支出一般占总投资的2%至3%来看 两者之间存在10倍的差距 这就意味着要维持中国铁路长期稳定运营 就需要有周期性的大投入 现在就到了这个周期性拐点 还是三大周期叠加 本息长富高峰期 高铁建设提速期 大规模维修周期 因此不割韭菜 找哪里拿钱 总之到头来为此买单的 只有中国的老百姓 今年的五一假期刚刚结束 广大民众便要面对高铁票价涨的现实 像武汉至广州 杭州至宁波 上海至杭州和杭州至长沙等热门路段 时速在300公里级以上的高铁路线票价增幅约20% 以武汉至广州南为例 高铁二等座的单程票价目前是463.5元人民币 涨价后会增至553元 对此网上诠释 担心高铁涨价会带动其他服务涨价的留言 打工仔抱怨生活艰难 年轻人则感慨高铁涨价 显示贫富悬殊的现实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网友抱怨 钱虽然涨上去了 但是高铁的服务和卫生 能不能也提升一下 近日在一篇微博题为 做高铁一定要穿长裤啊的贴文称 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回应 做一洗一套换洗周期是180日 你永远不知道上一个人在座位上干了什么 而且小桌板也是能不用就不用 要用最好拿酒精或者湿纸巾擦一下 以后都不敢在小桌板上睡觉了 贴文附上了牛仔裤沾油飞黄色污渍的照片 该贴文随即引起网民热议 网友纷纷分享痛苦经历 有网友说自己之前穿短裤坐高铁 然后下车之后大腿就开始痒 巨痒无比 去医院检查发现真菌感染了治了好久 还有网友控诉自己上次夏天坐高铁 就两个小时路程 结果泌尿道感染了 也有网友说自己上次坐高铁的时候 上车后发现座位有屎 叫工作人员也不管 害我站了8个小时 另有网友表示自己的妈妈有一次坐高铁 下车发现屁股后面湿了 还发臭怀疑是小孩子在座位上尿尿 也有网民陆续指出高铁的卫生问题 诸如乘客将双脚搁上小餐桌剪脚甲 或穿着鞋踩上前方的椅背晾脚 还有留言指下车时发现裤子沾满零食碎和糖 甚至座位上渗透着不明水字极为恶心 也有大陆网民在社交媒体抱怨高铁的座椅不卫生 图片显示高铁的车座已经发黄 椅套也掉了下来 对此大陆网民纷纷抱怨 180天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半年换一次半个月换一次差不多 价是升上去了 那些东西的质量一直没变 这么贵还这么脏 绝 好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未经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